哪吒是你什么人啊 她是我儿 你干嘛 我自己的命自己杠 不连累别人 不吒 不要 也没啥大不了的 三年短是短了点 不过我也玩得挺开心的 唯一遗憾的 是还没和您踢过剑子 今天是我的生辰烟 都不认哭啊 爹 娘 谢谢你们 C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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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就还给他 好 杨老师您说说吧 我觉得非常精彩 首先说两个少年 哪吒和敖饼 我没有想到 这个哪吒如此的燃 而且各种劲儿 给都特别足 尤其在最后 然后敖饼这个人就更难了 因为他平时是一个 比较温文尔雅的 最后一刻 我真的觉得生华了 整个这个特别燃的 这种精神全都起来了 这是不屈不挠的少年 这种精神 我觉得非常受感染 我觉得小月月的表现 有一种非常纯洁的 非常单纯的一种感觉 跟这个角色 她找得非常对 然后杨老师这个太乙真人 也是那种 有点头脑昏昏的 然后让你觉得 这个人物特别地接地气 沈腾老师这个父亲 非常的 还是比较稳的 这个角色 留给他展现的空间 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该稳得住 都稳得住了 好 谢谢姜老师的点评 好了 关键时刻到了 我们请姜老师认真的 专业的角度来评判一下 这轮获胜的应该是哪个队 其实综合来看呢 我觉得还是我们的王牌组 哎呀 更胜一筹 这这这 换去换去换去 这这一轡最好是哪个队 看我看你 我的答案 在我们错误了